提了一台新皮卡 你知道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什么吗 一定要搞好你的尾箱 尾箱是皮卡的灵魂所在 尾箱是你日常用的最多的 也是皮卡最特殊的一个地方 尾箱一定要搞好 一定要加一个好一点的货箱宝 一个尾箱宝也就不到600块钱 你一定要再花个100多块钱的小东西 它是特别有用的 就是尾门缓降系统 它不会让你的尾门开开以后是砸下来 而增加了阻尼缓缓的降下来 就100多块钱 而我们的好尾箱宝已经做到了密封到极致 完全按照单独车型开模制作的货箱宝 严丝合缝条模都是对的 再加上严丝合缝的密封条 这就完美了 防尘防雨防水都做到了极致 我们和中国的著名品牌Bestwell 我们特别注重皮卡厚斗文化 联合开发了多种皮卡厚斗的产品 这种T型多功能支架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各种场景皮卡应用 它可以调整宽载 可以调整高低 无论你是钓鱼拉货路营 哪怕你是无人取穿越 需要在龙门件上挂上铁签 挂上工具 挂上千金领 挂上备用油桶 想挂什么挂什么 无限的拓展空间可能 新款1.9发动机的DMAX 还有一个避改相 就是奥地利斯丹巴外挂 把360牛米直接升到了432牛米 比以前的3.0T的发动机还厉害 别再叨叨3.0T的发动机找不着了 这个东西直接让你找回3.0的感觉 你今天撞上了这四天多了 三天呢 不 不 大哥今天早上 累累就休息就行 凌晨三点出发 跑到这儿了 这幸亏是插上队 要不然今天走 兄弟们你们来之前一定要预约 要不然可真是排不上队呀